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华 没想到你告诉我是那个方 比亚迪最近也学坏了 方尘报发布会的预热海报提到了方华二字 网友们一众带节奏 方是方尘报的方 华是华为的华 结果没想到发布会上跟华为没啥关系 方居然是方草的方 最近都是比亚迪自己30年的造车历史 比亚迪你把互联网的那一套梗玩的都挺溜 当然回到这场发布会本身 方尘报八是重头戏 未来这台车主要和坦克700 以及图勒还有兰德库鲁泽进行一个直接对比 这台车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穷人版的仰望U8 也可以把它叫做更好听一点 叫做仰望U8青春版 致敬一下隔壁那个傻米 对吧青春版 这台车的重点 这台车的核心点DMO平台 三排七座的布局 然后也带了高阶的自驾 当然这是在顶配车型 悬架顶配车型也是云脸屁 方方面面都跟那个仰望U8看齐 只是可能缺少了水上飘的轻功 当然这个东西不重要 未来这台车售价 我们预估会在50万起步直接对标坦克700 大家觉得这台车如果上市 坦克700和方程豹爆8 你又会在哪一边呢